三天市長有更多努力地循判順 國家上現代華的超市興起 人家是不必利用 這也影響到團雄進出的議員 恢復市府這支向中央進出經費 進行台南市臨修市長有進出改善 其實大家都知道市場是民眾每天生活 進出最重要的 因為要解決民生問題 都在市場買東西 那因為前一陣子疫情的關係 大家比較少上街 所以說我們藉著這個時間 就趕快把傳統市場把它優化 怎麼優化呢 第一個傳統市場這個年紀都蠻大的 都已經有很多時間了 所以說我們就把那個硬體設施 來把它優化 市場委託也專注在 西港市場市場的經濟總控 希望透過改則 和全面人情味的傳統市場 可以有更多的民眾賺來消費 我們很希望說 藉著這種人情的交流 再把硬體設施改善一點 能夠讓傳統市場 既衛生又明亮 然後又安全 然後又可以教 大家可以聊天 充滿人情味 這樣子的話就一定是 更多人喜歡來 那尤其很多 隨著經濟的發展 很多年輕人紛紛返鄉 那麼他們返鄉 他們如果接受這種傳統市場 這種方式 我覺得對傳統市場的競爭力 會有大大提升 因此呢 我們會在新年度裡面 把傳統市場優化 列為一個 市政的重點項目之一 這次改善主要包括 到建物、便宿、 台北金收、 燈菇、 關樓由 柴頂頂 各個行動 該做款式後 將會帶給提升傳統市場的環境 為新的更完善 我們等新聞聊一段 三港的彩虹目 到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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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了